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空心菜 我这一天空心菜由于遇到涟漪天气 导致它生长得非常不好 而且根系也容易出现了腐烂的现象 这些叶片逐渐出现发黄干枯掉 就是由于土壤里面的续菌过多而导致的 在我们农村给它进行杀菌的话 一般都是使用了一些炒木灰 看上地面上的这些黑色的都是炒木灰 前两天给它撒上的 以水过后就给它撒入了炒木灰进行杀菌驱虫 但是这种办法还是没有完全的把它救治好 还是继续出现了叶片发黄干枯的现象 这时我们就要对症杀药 使用一些针对性的才有效的 把土壤里面的续菌完全的杀面 才有利于这个根系长得更加好 因为这些空心菜是用了一些老根来繁殖的 不是用种子 这些老根是最容易老化的 从而也容易出现根续腐烂 那么就养上了一些病害 也就是养上了感染了续菌 导致这些植株生长得不好 这些叶片也是长得非常难看 那么这时给它使用的杀菌药 最好就是使用这种恶眉林针对性的 这种恶眉林它是一种内虚型的杀菌药 对土壤里面的续菌虫乱有效的杀面 而且它又是一种低毒性的 我们使用就比较放心 使用的方法就要根据说明书来吸水 兼其洗四天使用一次 使用三次以上的这个藤土 这个土壤才会完全的把一些续菌杀面 尤其是我们耕地的时候 最好就是给它使用一点上气 这样它的渗透性更加好 更有效的把土壤里面的续菌杀面 像这种空心菜的长势 我们千万不要给它使用任何的肥料 如果再给它使用任何的肥料的话 只能增加负担 使它的病情更加严重 那么在后期整个空心菜 就会出现干枯死亡的现象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续菌给它杀灭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空心菜的病情 给它救治好之后 让它恢复生长了 我们再给它进行使用一些养分 对这个续菌生长比较好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